所以鱼有幾種不同的類型 因為有的鱼是先生被捕捉的 被捕捉的鱼正是一旦被捕捉它就嚇死它到處跑 那還有鱼是捕捉其他的鱼的 他的老大這輩子從來沒有被捕捉的嗎 沒這種被捕捉的經驗 你把關的鱼也沒有太在乎 沒有危機意識 所以這是他的體驗 你先把鱼種類型分清楚 然後再用這個鱼 用的鱼要看大還是小 那有的是他的幼年期 或者是誰的幼年期朦朦朦朦朦 他這個不知道 你隨著抓他他也不在乎 但是大了一定程度 他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意識的話 你那時候抓他他 那時候感受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真正來做這個體驗 把這個能夠細分 那真正的體驗的話 最終的目標的話就是 小朋友如果叫他在這個 我們講養個已經很熟的 可以養個的心 可能那種惡性很危險 你就可以讓他練習 但是另外野生的那種魚的話 完全是兩回事 叫他們完全要避開 所以要讓他們這樣來看 那另外這個部分呢 真正來講是非常好的一個 資源管理的一個原則 就是把我們抓什麼 抓中魚 放小魚 放大魚 那教他們這樣看 如果真正來講 任何一個體驗 拿到這個 把這個一個指標 就是這個 你看這個已經是 雖然這麼小 它已經是大魚了 這個我們要把它放回去 放很大魚 那很小魚 表面上你要放回去 如果 所以國外他能夠做到非常好的 因為資源永續利用 不是在做其他的資源利用 而是釣魚 爸爸帶著小朋友去釣 淡水魚就會交 所以小朋友拖來這個魚 還不夠 還想要放回去 小朋友就學會了 但是大德呢 他可以使用啊 所以這個 這個就跟 我們現在社會的這個氛圍 其實完結的工作 人家要批評你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本來這個資源 就是給人利用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保護這個資源 永續利用資源 你知道嗎 那現在新的概念是 超大的魚 它能夠活得這麼好 你們網路上或新聞上也看過 有人弄了一個超大的龍蝦盤 把它放回去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大寶 它的好的遺產基因 跟它的能夠活到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本質的話 它還有一個運氣 那能夠讓物質 裡面有非常非常珍貴的 一個後代 所以要把這些概念 可以是在藉著 跟小朋友玩的過程中來看 所以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像剛才你說 他做的就很快 就放了一個小的水族箱 放裡面 讓小朋友能夠觀察 觀察之後再把它 就地給他放回去 那當然另外還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 如果我們設了陷阱 抓東西的話 有時候你把這個 他的這個 本身的個體 跟他天敵全部搞在一起 所以有的時候的話 這個就很慘 我們是人為造成這個環境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陷阱的 這個什麼 這個目標性 跟這個 這個我們尋的這個 這個品種 這些其實都要 講解這種過程 無心中跟小朋友 在這個過程中溝通 讓他們無心中了解 把它建立這個理念 所以這個理念 非常非常的細緻 那現在國外的話 現在有講究 已經有二三十年了 釣 可能還超過四十年 釣到魚再放回去 釣到放回去的話 那你現在還有保證的 你用耳魚的話 魚耳的話 也有 也要講究什麼 也要講究他的福祉的 不是弄一條活魚 用放這個地方去釣 這個就 所以這個魚還要怎麼樣 一定要各種的處置 一定要把魚敲崩了 說送集之後 然後有的時候再放血 然後再把它兜著再放下去 這些都是很簡單 我們該用的東西 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這樣子的 如果可以來看 那藉著這個 尤其是我們小朋友 只是說來體驗 所以藉著這個無心中 把這個生命教育 把這個整個 體驗過程來做 那最棒的一點 那我以前我們熟的 我同學最好看 你熟的話 我平常有這種看 當然水族江是一個 另外就是溪斷 西段裡面的話 你熟到照 現在繁殖期的 這魚就會有什麼 就是有領域行在那邊追 你會在那裡看 魚平常來的時候 吃這個魚在這邊 追在那邊 或者到那個像 像我們到台南那邊 它有一個水池啊 在那個 或是當年的話 你可以觀察它的領域行為 你如果養大水土香 也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在西邊 你如果熟的話 你自己那一段 就是你自己家裡的 你的主角 那你每次來到繁殖期 可以秀給他們看 比如很多的東西 你可以營造 主角 不在乎動物多 而在乎你 對那個動物多熟的程度 那你可以把它的重心整個 大打出來 謝謝